大家好,我是阿伦,欢迎来到Scribe的学习课堂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Scribe中的重要对象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今天包括这三部分 Request, Response, Summary, Request 对Request,首先看它的初始化参数 在它初始化的控制中 可以包含以下参数 第一个,UIL是必须的 第二个,Callback,回掉函数 第三个,请求方法 第四个,Headers 第五个,Body 第六个,Cookies 第七个,META,原数据 第八个,编码证明 第九个,优先级 第十个,是否过滤此Request URL的一个标志 第十个,Arrowback 即它的发生错误的时候所调用的函数 接着看它的其他属性 除了Request的普通参数 还有其他属性 URL和参数中的URL意义相同 只是现在这里变成了属性 第二个,Method 第三个,Headers 第四个,Body 第五个,META 第六个,Copy Copy的作用是缓回一个和原Request一模一样的一个Request 最后一个Replace 它的作用同样是缓回一个Request 但是你可以对原Request中的一些属性进行重制 接着看一下它的实力 主要关注以下三点 生成Request的方法 通过Request传递数据的方法 通过Request.meta中的特殊关键字的用法 首先看第一个实力 这里有一个PlusPage1函数 它在这个函数中 缓回了一个Request 这里给出的参数第一个为URL 第二个为回调函数 其实这是Request最常规的一种用法 接着是对上一个函数中Request 所产生的Response的一个解析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 记录了一些必要的日子信息 再看第二个实力 在第二个实力中 我们在这个解析函数中 首先实力化了一个Item 然后把Response的UIL 附给了Item中的MainUIL字段 接着又生成了一个Request 之后又把Item附给了Meta中的Item字段 很显然 这里为什么要把Item附给RequestMeta Meta中的Item字段 目的是为了在下一个函数中 也就是PressPage2中 能够使用从上一个函数中 传递过来的Item对象 在这里 首先把上一个函数中 所传递过来的Item对象 附给Item变量 然后对这个Item中的另外一个字段 Response进行复制 接着去返回这个Item 这个实力充分展示了 怎么样在两个不同的解析函数之间 去传递数据的一种方法 这个请大家牢固的掌握 然后看一下Request的子类 主要的这个子类也就是FormRequest FormRequest的作用非常大 它主要是用来去实现登录功能 在它的初始化参数中 有一个UIL必须的 第二个FormData 一般我们会在FormData这个参数中 传递我们所需要Post的数据 比如用户名 密码这些 然后它还包含一个类方法 这个类方法的作用是从一个Repulse中 去生成一个Request 它的参数有很多 第一个FormName 表单的名称 第二个表单的序号 第三个表单数据 第四个表单的Express路径 第五个点击数据 第六个Don'tClick标志 然后看一下使用FormRequest的一个实例 我们可以在某一个Post核数中 去缓回这样的一个FormRequest对象 使用这样的UIL 作为它的第一个参数 使用这样的一个字典 作为它的第二个参数 使用AftPost作为它的回调函数 下面有一个更完整的实例 从这个实例中可以看出 我们怎样去实现某一个网站的登录 首先定义一个类 这个类继承成了Scrapy.spider 接着是它的两个属性 Name和Stat的UIL 在Post核数中 我们挽回了一个FormRequest 在这个FormRequest实例化的过程中 我们是调用了FromResponse这个方法 第一个参数Response 也就是Post核数中的这个Response 然后是FormData 也就是说你要给这个UIL所传递的一些数据 这里是UserName和Password 接着是一个回调函数 也就是说你登录之后所要执行的操作 在AfterLogings中 我们去判断登录是否成功 并记录它的日资信息 在客厦大家可以模仿这样的一个Spider 去实现某些网站的登录功能 这个会在项目制作中 给大家做更进一步的介绍 再看Response Response它同样也是Scribe中一个很重要的对象 Response是Scribe对Request 请求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响应 一般情况下 我们并不会手动的去实力化一个Response 我们只是去使用这个Response 它仍然这里也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参数 在初始化的过程中 可以使用UILStatusHeadersBodyFlex 但它也有一些其他的成员 UILStatusHeadersBodyRequest 这个Request也就是说产生这个Response的那个Request Meta 它是Request.Meta的一个更便捷的一个属性 它是Request.Meta的一个更简短的代表 Legs标志 Copy Replace 这两个函数都和Request中的Copy和Replace作用相似 UIL Join 这个我们会经常用到 在某一个Post函数中 我们会抽取网页中的某些链接 一般情况下这些链接都是相对链接 我们要使用UIL Join这个函数去生成它的绝对链接 接着看一下它的值类 它的第一个值类为TextResponse TextResponse 参数 UIL 编码 Incoding 还有其他的一些属性 Incoding Select Body Has Unicode XPass 我们会经常使用XPass这个函数去进行查询 去获得我们想要的数据 比如我们想获得网页中所有的P标签 就可以采用这种鞋华 Response.XPass 双鞋杠P CSS选择器 它的作用和XPass是一样的 只是说查询数据的时候采用的方法不一样 而接着是HTMLResponse 这个值类 这个值类它继承了TextResponse 而且这个类是我们使用最多的一个类 我们在抓取网页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Response默认情况下 就是HTMLResponse 除此之外 还有XMLResponse 今天对大家的要求是 掌握Request初始化参数的意义 并学会使用 比如 Request中的URL META Form Request中的Form Data Callback 其次 了解Request中剩余的属性方法 第二个 掌握Request中传递数据的方法 也就是使用META传递数据 第三条 掌握Form Request的用法 能够使用Form Request进行简单网站的一个登录 第四条 掌握Response中属性方法的意义 主要的包括Response中的XPass方法 CSS方法 这两个交为常用 第五条 了解Response中的子类都有哪些 都是干什么用的 最后给大家布置的有一个作业 请看一下项目制作 这次的作业是 使用Scrapi登录生物股这个网站 并爬取它的CFDA的新闻 在这个新闻中有一个列表页 我们要从这个列表页中获得每一个内容页的链接 然后从内容页的链接上获得我们想要的数据 包括标题 来源 时间 证文 然后把结果存储为JsonLens文件 同时我们在这个Spider中还要实现登录功能 有两点提示 要想实现登录功能 我们肯定要知道它在发送request的过程中 都发送了哪些参数 这个我们可以使用火湖浏览器 进行详细的观察 它是怎么样登录的 发送了哪些参数 第二个提示 我们可以在Settings.py文件中配置两个变量 即可实现JsonLens文件的存储 请大家在课下 一定要去积极的思考 尽量去实现这里的要求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